這幾年來減肥不只是每一個民眾個別關心 其實對一個國家的醫療資源來講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近代那個什麼三高啊 代謝症候群啊 甚至年輕時候的肥胖會造成老年之後很多很多疾病 你今天完全不運動跟運動 就完全不運動其實一天也會消耗到1500大稿 就是在二三十歲的時候 可是當你在基礎代謝症就降低 到五十歲的時候可能基礎代謝只剩下1200大卡 所以那個落差是非常高的 所以即便你到五十歲還是跟二十歲一樣有運動 你還是會變胖 因為不夠吧 量不夠吧 因為你基礎代謝症降低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肌肉也會這樣降低 我們以為一樣的體重 可是我們假如沒運動的話 其實我們的肌肉會變成脂肪 體重是一樣的 可是其實脂肪比率還會高 所以其實術裡面也一直有測體脂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過去在很多減肥術裡面 比較少提到的 我們如果來監測自己的身體裡面 脂肪跟肌肉的比例 少吃熱量 多運動 是所有健康的基礎 可是睡眠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次過去在推動 所謂減肥裡面比較少被關注到 當然陽光素也特別提到的確 這幾年有很多有關於睡眠的研究 我們在睡眠的時候可以分泌很多 不知道生長激素啦 或是說分長很多 讓我們飲食 或是對脂肪消耗 或是對糖類消耗的很多激素 對於坊間很多事事而非的論點 或是說 只有一套想當然耳的一個推論 可是其實沒有真實的一些證據來支持 當然回到我們自己健康來講 也要回到一個實證 實證是說你不能從單一個方面來看待說 我這樣做我都減肥了 可是當你其他身體的狀況呢 或當你其他 某一些長期各種的素質來講 我覺得如何用到這些科學方法幫助 大數據或是說在我們的生活中 可以使用的工具裡面來講 我覺得 書裡面其實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發是說 不只是減肥這件事情啦 其實我覺得 它提供的是一種方法跟一種價值觀跟觀念 我覺得這是更珍貴的吧 大manas 是 ráp곳的 武器 有些大尖 阿爾 是不是 公司 已經慢了 才是 其他蘭 里 做這麼深 你想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